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明朝时期,杭州府有个男子名叫徐三友 年幼时家境较为富裕 父亲便把他送进了学堂,让他读书识字 十八岁那年,他考取了秀才功名 那一年,徐三友可谓是顺风顺水 他不仅考中了秀才,而且还娶了一位貌美如花的妻子 就在徐三友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时 老父亲的意外病逝,让徐三友的诸多美梦都化为了泡养 尽管父亲生前给他留下了不少家财 但徐三友这个人并不善于经营 他心地善良为人大方,从来不在金钱上计较 乡亲们谁家有困难都会求他帮忙 而徐三友也从未让人失望过 没过几年,父亲给他留下的家产都被他做了善事 他的日子也过得越发窘迫起来 徐三友的妻子刘氏也是个心地善良之人 对于丈夫的这种行为,刘氏并没有过多的加以干涉 新婚后,虽然两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差 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到夫妻二人的这份感情 五年前,刘氏不幸身染重病 为了给妻子治病,徐三友不仅放弃了学业 而且还把家里仅剩的一点家产全部变卖了 但依然没有能够从死神手中夺回妻子的一条命 在刘氏的坟前,徐三友伤心欲绝 自从妻子嫁给自己以后,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 妻子出生于富贵之家,却跟着自己受了多年的苦 没想到此,徐三友便倍感自责 刘氏的娘家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 流游外就只有刘氏这一个独生女儿 徐三友和刘氏成婚以后,没少受娘家的接近 流游外两口子更是把徐三友当作亲生儿子一般对待 刘氏死后,赵母娘王室受不了打击 没过多久也一命无忽 接连遭受打击的刘远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对于岳母一家的这份恩情 徐三友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他并没有因为妻子的死,就和赵母娘家断了奶网 相反,每隔几天 徐三友就会前去岳父家里走上一趟 陪老人聊天姐们 自从刘氏死后 徐三友便放弃了学业 在镇子上找了一个教书先生的差事勉强度日 转眼间三年已经过去了 这三年里,徐三友隔三差五就会买点东西去看望孤独一人的老岳父 在刘远迈眼里 徐三友给他买的这点东西根本算不了什么 他更看重了女婿的这番心 两人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刘氏这条纽带的断裂而变淡 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 因为刘远万无儿无女 岳母死后 徐三友每年清明时分都会给丈母娘前去上坟 俗话说 女徐莫上坟 上坟辱仙人 在别人眼里 徐三友的这个举动多少有些离经叛道的意思 也曾有人劝说过她 但她却甚是坦然 这一年清明前夕 徐三友来到了刘远外家 徐三友进来的时候 刘远外正和一个年轻男子说着话 见徐三友来了 刘远外很是高兴 一番嘘寒问暖之后 刘远外指着那个年轻男子对徐三友说道 三友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本家侄子 名叫刘少俭 前几年呢 他一直在外地做生意 因为生意失败了就回了老家 我见他无事可干 就想把他带在身边 一来呢能帮我照顾点生意 二来呢也能照顾照顾我 这人呀 年纪一大了身边就离不开人了 这些年多亏有你照顾了 可我总不能一直拖累你呀 听了岳父的话 徐三友的心里不由地放心了不少 岳父身边也需要有个人了 如此一来 我也就放心了 只是以后可得麻烦刘大哥了 还望刘大哥能悉心照顾 刘少俭笑着说道 妹父 有我在大伯身边 你就放心吧 又说了一番话之后 刘元万顺手拿出了一个包裹 递给了徐三友 三友 这里面有几十两银子 你拿上做点买卖去吧 你年纪也不小了 也该有自己的事业了 徐三友连忙推辞着说道 岳父 这钱还是你留着吧 我已经和一个朋友联系好了 等过完清明 我就动身前往外地找个活干 只是以后不能在你身边尽孝了 还望你能多多保重 见徐三友执意不肯收下银子 留人外也就作罢 又聊了一会儿 徐三友便起身告辞 就在他出门的那一刻 刘元万顺再次叫住了他 三友 这几年的清明 都是你去给你岳母上坟的 也难为你呢 今年呢 少姐回来了 你也就不要去了 听刘元万这样说 徐三友便答应了下来 清明节这天 徐三友早早地就来到了坟地 给父母妻子上完坟后 他便往回走了 或许是走得习惯了 不知不觉间 徐三友又来到了丈母娘的墓地 坟地杂草丛生 既没有点燃的香烛 也没有击败的痕迹 看来刘少俭还没有给岳母前来上坟 看到这 徐三友不由不由地变了口气 在坟前等了大约半个时辰 依旧不见刘少俭的影子 徐三友便来到了镇子上 买了点祭拜用的东西以后 徐三友再次来到了丈母娘的坟地 依旧没有祭拜的痕迹 看到这 徐三友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在坟前祭拜了一番之后 他便回家了 回家路上 徐三友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其实 从他见到刘少俭的第一眼起 他就觉得这人不太靠谱 总觉得此人心术不正 但岳父已经有了主意 他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清明上粉这么大的事情 他都能忘记 你说这人能靠得住吗 想到这里 徐三友不由地替岳父 暗自担忧起来 清明过后 徐三友便离开老家 前往二百多里外的一个地方 当了一个香料铺里的伙计 转眼间 徐三友来到这里已经一个多月了 这天正午时分 徐三友正在柜台上打着盹 这时 一个非常妖艳的女子走进了香料铺 徐三友连忙起身问道 这位小姐 请问要买点什么 女子朝着她看了一眼说道 你们这里有设箱荷包吗 设箱荷包 自从徐三友来到这里 她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要买这个东西 于是她便朝着女子 不好意思地说道 非常抱歉 小店没有这个东西 话音刚落 那女子就要朝外走去 就在这时 一旁的另一个伙计说话了 小姐慢走 你稍等一下 我给你找找 我给你找找 说完 伙计便翻香倒柜地找了起来 不久之后 伙计拿出了一个荷包 徐三友大为疑惑 于是就凑上前去闻了一闻 那股强烈的腥味 差点将它熏得吐了出来 伙计连忙一把将它推开 将射箱交到了女子手中 女子拿起荷包闻了一闻 随即付钱走出了店铺 女子走后 徐三友疑惑地问道 那东西十分难问 怎么还有人买 我以前怎么没见有人买过 伙计笑着说道 这你就不懂了吧 你没看到那女子的穿戴打扮吗 徐三友又问 怎么了 那女子看上去不像是普通人家的女子 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妖媚之气 你倒是说说 她是干什么的 伙计说道 她呀 十有八九四个青楼女子 听伙计这么一说 徐三友不由地点了点头 你这一说 看上去倒还真的像 那她要射箱干什么 伙计说道 这设香芽不仅是一味药材 还有避孕的功效 青楼女子一般都会佩戴一个这样的荷包 以备不测 伙计这样一说 徐三友顿时明白了 这时候 店里的客人慢慢地多了起来 徐三友便又忙活去了 又过了几天 因为一桩生意上的事情 徐三友请一个客户 在酒馆里吃了一顿饭 吃完饭以后 让人便离开了酒馆 回香料铺的路上 前面的一个人引起了她的注意 那人的背影很是熟悉 但徐三友就是想不起来 曾经在哪里见过她 徐三友便加快脚步要追上那人 就在她距离那人 尚有四五丈远的时候 那人去往旁边一闪走了进去 徐三友连忙停下脚步看去 那人进去的地方正是一个青楼 徐三友不便跟着进去 只好掉头走了回去 又过了三个月 转眼间 已经快到八月十五了 因为记挂着流远外 徐三友便和掌柜的告了假计划 回家看望一趟 掌柜的也是个性情中人 见徐三友这人尚有这份孝心 便又额外多给了她一点银子 拿上银子以后 徐三友买了些当地的土特产 便急匆匆地回家去了 五天后 徐三友来到了流远外家 尚未走到跟前 徐三友就被流远外家门口的 一幅景象惊戴了 只见流家大院门口 高高悬挂着两盏红红的灯笼 大门上贴着一对红红的喜字 徐三友以为自己走错了 连忙停下脚步朝四周看了看 没错啊 就是这个地方 岳父家里就只有岳父一个人了 是谁办喜事 怀着疑惑的心情 徐三友上前敲了敲门 等了片刻之后 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女子走了出来 女子冷眼看着徐三友问道 你找谁 徐三友连忙问道 请问这里是流远外的府上吗 女子点了点头 见自己没有走错 徐三友长长地出了口气说道 这就对了 那流远外在家吗 女子冷冰冰地说道 你是谁 找流远外有什么事 徐三友连忙说道 我是他女婿 名叫徐三友 听了徐三友的话 女子又朝着徐三友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 这才极不情愿地回去通报去了 见女子并没有要自己进去的意思 徐三友便又在外面等了片刻 一会之后 女子才让他走了进去 院子还是那副模样 不过依稀之中还是能看出一些刚办完喜事的痕迹 看到这 徐三友不由的一斗丛生 在客厅里坐了一会之后 一阵爽朗的笑声从外面响了起来 听到笑声 徐三友连忙站起身来 朝着门口走了过去 三四个月不见 流远外早已经没有往日的那份萎靡不振 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副神采衣衣的样子 看到这 徐三友不由的放下了心 翁絮俩闲聊了一会之后 徐三友便开口问道 岳父 这院子里是不是刚办过什么喜事 一听徐三友这样问 流远外笑着说道 哎呀 这院子里就我一个人 你说能有谁办喜事呢 听了岳父的话 徐三友顿时愣在当地 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见女徐这般模样 流远外连忙解释道 三友 你身在外地 我也就没告诉你 前不久呀 我在半路上救回了一个女子 那女子无依无靠 我见可怜就收留了她 原本是想让她做个使花丫头 可她却要以身相许 没办法 我只好将她取进家门了 听流远外说完 徐三友这才明白了过来 只听流远外又说道 今天正好是八月十五 你就不要走了 咱爷俩好好地喝上几中酒 你呢也见见丈母娘 说完 流远外连忙将她新娶的老婆叫了过来 不久之后 一个女子缓缓地走了进来 就在女子走进屋里的那一刻 一股怪味窜进了徐三友的鼻子里 闻到这股味道 徐三友很是奇怪 就在她愣神之际 流远外朝着她笑着说道 三友 还愣什么呢 还不赶紧见见丈母娘 听了这话 徐三友这才回过身来 赶紧朝着丈母娘行了个礼 或许是略有娇羞 那丈母娘始终低着头 直到后来 她才缓缓地抬起了头 朝着徐三友点了点头 随即走出了屋子 看着丈母娘的背影 徐三友愣住了 这丈母娘怎么这般面熟 冥思苦想了好一阵子 徐三友就是想不起来 无奈之下 她只好作罢 在流远外家吃了一顿饭之后 徐三友便离开了 8月15过后 徐三友又要动身了 临行前 她专门去了一趟岳父家里 千叮咛万嘱咐了一番之后 她才动身走了 回到胭脂铺的第三天 在和伙计无意中聊天的时候 徐三友这才想起了 那个丈母娘正是前来腌制铺里买设箱的那个青龙女子 老丈人把一个青龙女子娶回了家 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老丈人会不会有危险 越想越后怕 徐三友便决定动身回家一趟 但还没走 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难道就因为自己捕风竹影的一些猜想去无端猜忌一个人吗 再说了 不是还有刘少俭在岳父身边吗 岳父也是大风大浪经历过来的 能有什么危险呢 思索了一番之后 徐三友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反正离过年也就三个多月的时间了 到时候回去看看情况再说吧 转眼间已经到腊月了 匆匆告了嫁以后 徐三友便回到了老家 离永远外家尚有十几里路时 天已经黑了 因为心里记挂着老爷父 徐三友便摸黑继续赶起路来 就在他急匆匆赶路的时候 路旁的草丛里突然传来了一阵轻微的声音声 尽管声音很低 但徐三友还是真真切切地听在了耳朵里 于是他便停下脚步朝着草丛里看了过去 草丛里一个男子正倒在那里 有气无力地呻吟着 徐三友连忙俯下身子将那人扶了起来 这位老兄 你这是怎么了 男子痛苦地说道 我的腿上受伤了 麻烦你把我送回家里吧 徐三友连忙低头朝男子的腿上看去 借着月光徐三友看清楚了 男子的大腿上被人像是刺了一刀 正骨骨地冒着鲜血 徐三友连忙从身上扯下一个布条 将男子的伤口包扎了起来 随后又按照男子说的地方 将男子送回了家 男子姓张 是个郎中 将男子送回家后 天色已经不早了 家之张郎中是孤身一人 徐三友怕他一个人在家有个闪失 于是便在张郎中家里待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 徐三友便要起身告辞 张郎中叫住了他 这位大哥 还未请教你的大名呢 昨天夜里要不是你的话 我可就没命了 徐三友笑着说道 我也是举手之劳 换作他人的话也会这样做的 闲聊了几句以后 徐三友便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 就在徐三友说出 他和刘元外之间的关系后 张郎中的脸色变了 正午时分 徐三友急匆匆地离开了张郎中家 来到岳父家里以后 岳父家大门紧闭 敲了好半天门以后 门才开了 进到家后 徐三友静止就朝着刘元外的卧室走了过去 卧室里 岳父正静静地躺在床上 仅仅几个月不见 岳父旧苍老了许多 看着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老岳父 徐三友很是难过 在老岳父的床前 赵母娘一直在那里哭哭啼啼的 而刘元外的侄儿刘少姐 也在一旁长须短叹 天快黑的时候 徐三友提出 要在这里住下照顾刘元外 女婿照顾生病的岳父天经地义 赵母娘和刘少姐 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夜半时分 一阵困意袭来 徐三友便走出了屋子 朝着赵母娘给自己准备的客房走了过去 刚进到房间 徐三友便倒在床上蒙头就睡 没多久 屋子里就响起了阵阵憨声 就在她睡着不久 赵母娘悄悄地推开了她的房门 进到屋子里后 赵母娘没有作声 而是也躺在了床上 大约一盏茶过后 院子里突然乱了起来 紧接着 刘少姐带着几个人 冲进了徐三友睡觉的房间 刚一进门 刘少姐就大声说道 好一对肩夫淫妇 各位长辈你们看 这就是平日里你们说的好女婿 她竟然做出这等伤天害理的事情 在刘少姐说话的时候 赵母娘腾的一下就从床上坐了起来 大声哭道 各位长辈 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呀 这徐三友表面上是个正人君子 可没想到却是个色狼 今天夜里 他借口说是要照顾岳父 可怕一三更 他却借口有事将我叫到他的房间 一图非礼于我 你们可要给我做主呀 和刘少姐一起来的都是刘家的长辈 看到眼前的事实 在听了刘少姐和赵母娘的话 一帮人顿时怒不可遏 上前就将被子里的徐三友拽了起来 其实 不管是刘少姐 还是赵母娘的话都有很多漏洞 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 没人过多地纠结这些 就在揭开被子的那一刻 众人都傻眼了 被子里的人竟然不是徐三友 而是刘友外 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众人目瞪口呆之时 刘友外开口了 既然这么多人都来了 也省得我去请了 咱们今天就把这件事情做个两段 原来 刘友外的侄儿刘少姐是个败家子弟 在外头做生意期间 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已经欠了不少外债 侥幸逃回家之后 得知刘友外孤身一人 万贯家财却无人继承 于是刘少姐便打起了刘友外的主意 起初 她只是想通过自己的手段 一步步将刘友外的家产图谋到手 可等她发现刘友外与徐三友的感情后 便改变了计划 于是 她就在百里之外 找了一个青楼女子 两人商定事情成功以后 均分刘友外的家产 商定以后 刘少姐便亲自导演了一出 让刘友外 巧遇青楼女子的戏幕 其实 徐三友在干活的地方 觉得很是熟悉的那个人 就是刘少姐 而刘少姐也是去那里 找那个青楼女子商量事情去的 刘友外将青楼女子娶回家后 为了不致引起他人的怀疑 刘少姐并没有让青楼女子急于动手 到了年底的时候 刘少姐怕徐三友回来之后察觉 于是便找到了张郎中 刘少姐让张郎中 趁着刘友外生病的时候 在药里做点文章 得了些许钱财后 张郎中便昧着良心当了一回恶然 但或许是良心发现 他并没有给足分量 刘少姐见刘友外迟迟没有丧命 便怀疑是张郎中做了手脚 便找到了张郎中要他下狠手 张郎中并没有答应他 刘少姐便对张郎中动起了手 原本刘少姐是计划将张郎中灭口的 但恰好被路过的徐三友发现了 于是他便逃走了 张郎中被徐三友救下之后 甚是羞愧 于是就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告诉了徐三友 临走之时 张郎中还给了徐三友一颗药丸 让他给刘元外扶下去 刘元外本身病得并不重 再加上张郎中的那颗药丸 就在徐三友给他服下那颗药丸后不久 刘元外就醒了过来 在徐三友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刘元外以后 刘元外勃然大怒 在徐三友的一番劝说之下 下计谋的时候 徐三友做起了生意 短短几年 他的生意就越做越大 后来 徐三友又娶了一个妻子 尽管有了新的岳父 但徐三友始终没有忘记刘元外 在刘元外老的时候 徐三友又把他接到了自己身边尽心伺候 如同亲儿子一般 在当地传为了一段佳话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 与您再次相遇